日前按揭证券有限公司收定案保 将楼花住宅物业与以乐城住宅物业看齐 即1000万元 或以下的楼花最高按揭保险乘数为9成 1000万元以上至1500万元最高按保乘数为8成 价格为1500万元以上至3000万元的最高按保乘数为7成 相信在新措施下新盘买家有更多付款方法选择 加上发展商求量不求价策略 势令求买力更倾斜至一手市场 至于新措施会否对移手 甚至整体楼市起刺激作用 数据不说放 在按揭证券公司上周五 9月22日公布放宽楼花按揭限制后的首个周末 9月23日至24日 的确刺激了新盘成交 2日6月55宗成交 较之前一个周末的23宗成交 按照增加约1.39倍 二手胶头创一年新低位 二手胶头持续低迷 期内紧陆两宗成交 较之前一个周末录得的6宗 减少66.7% 并创2022年7月2日至3日至今 于一年新低 反映新措施未宁二手受惠 事实上 近期面对息口上升 不少大型银行商计上 调新造策息案揭的所息上限 令新置业人士每月供款增加 而压力测试对每月入息要求 亦因此提高 入市门栏上升 难免打击置业意欲 故此今次将楼花案保与燃柳案保看齐 但压力测试未有同步配合放宽 另有二置业的买家依然难以入市 善靠放宽楼花案揭保险 对楼市的提振作用相当有限 如果政府未有任何其他新招或政策配合 相信楼价逐有下调压力 美联楼价指数最新步147.73点 按周跌预0.4 连跌六周 较年内高位下跌约4.8% 创今年2月上旬后新低 年初至今升幅进一步收窄至约1.16% 假如特区政府在即将公布的施政报告中 不考虑进一步推出刺激楼市措施 全年楼价很有可能或倒跌2-3% 最近有意放盘的业主 不得不减价求售 加上首开价持续保守抢客 港股氛围冰冷影响投资意欲 同时 现时银行存款息率上升 对投资者而言 买楼放租吸引力减少 难免令本已疲远的二手市场继续处于 挨打状态 不者亦希望政府会聆听不同声音 从善于楼地为楼市 减辣 尽快提振换楼链及从振本港经济